很少人知道1922年的選舉教宗會議面臨著嚴重的財政困難 或是梵蒂岡內有書記成為默索里尼的探子 或是加利略與一般人的認知相反,沒有受到酷刑 這是梵蒂岡歷史檔案館白家禄主教所知道的一些故事之一 他正在整理幾十年以來梵蒂岡中座檔案館成千上萬份檔案 而且他也知道許多具有爭議事件的來龍去脈 以上這些故事在他的新書裡都有提及 白家禄主教首次詳細提及梵蒂岡各方面的歷史 比方白家禄主教得出一個總結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的教宗 教宗本督十五世 因為不知敢挑選他的協助人而導致出現財政問題 他在友誼方面存在缺陷 這樣導致在他離世時他的保險箱是空的 因此需要向美國借錢來使道選舉教宗的會議得以進行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曾要求白家禄主教對加利略的審訊進行深入的研究 在書中檔案館館長胡亦說 又為書記邀請他到他家作客然後對他說 如果你在加利略的文件中找到一些不利教會的文件請摧毀他 透過鑽研梵蒂岡的檔案 白家禄主教甚至建立了自己的一套想法 去傳譯為何教宗庇護十二世沒有譴責戰爭的大途散 持續的研究使我們發現到更多的書信 甚至是德國天主教徒向教宗譴責滅絕刑的書信 與此同時他們跟教宗說 不要說話 不要告訴別人你資料的來源 因為這樣會危及我們的安全 我相信他不願意說任何說話 是因為他在德國擔任教廷大使的時候 見過希特拉的瘋狂行徑 說話有可能會引致進一步影響歐洲 甚至引起無憂子的大屠殺 這是我的想法 無論他選擇沉默的原因是什麼 他已經將它帶入墳墓 他很清楚沉默意味著什麼 白家禄主教承認 梵蒂岡的歷史是錯中複雜的 但在檔案中見到更多的是光明 而不是陰霾 現在有很多人想讓別人相信 教會內由戀同僻 不平衡、受欺騙的人所造成 但事實並不是如此 白家禄主教強調 當全疫歷史的時候 考慮到當時事件的環境因素是很重要的 Bernacis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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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rnacismo